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像那种黑暗料理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大梁山 品味大山深处的遗族味道 大梁山深处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他们用最传统的方法 制作出代代相传的味道 需要挖坑 架柴 代毛烤制的遗族传统美食 瓦地则衣到底有多香 这鸡毛不拔你是觉得麻烦吗 山上奔跑的仙和地里种的仙 强强联合 能碰撞出怎样的惊艳味道 门在哪儿 从那小窟窝眼里我可觉得 只能排了 看你体力行不行 遗族烤乳猪皮脆未美的独家秘方 到底是什么 一咬那个油就在嘴里滋出来了 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喜德 品味连绵山巒之间的遗族传统味道 金江的太阳 马道的风 浦雄下雨 向过冬 在这大小梁山深处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山地民族 那在这大山深处 究竟隐藏着怎样独特的味道呢 接下来就请跟随味道调查员天阳 一起探寻梁山之味 喜德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南部山区 成坤铁路从县城穿过 火车天天来回穿梭 带出去了物产 也承载着人们的希望 沙玛拉达乡地处高山 在这里有一种火红热辣的味道 是喜德县遗族人餐桌上 代代相传的滋味 这种味道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花椒啊 这个红花椒 这个就是像那个鹦鹉的嘴一样 那个颜色 对 它特别红 今年呢 你看这些也长得特别的 而且好香 我从刚才隔着十多米远 就闻到这边有花椒的香味 它新鲜的时候它是很香的 但是晒盖了的话 它味道还是会减一点点 你这样一爱它那些油都会出来 你看我们手上都是油 红花椒是喜德县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成熟的红花椒 焦油浸透花椒果 焦皮油亮红润 焦果麻香四溢 小小的红花椒粒 是当地人餐桌上的传统味道 贡大学读书大部分就是靠花椒了 就一颗颗小小的花椒 对 一点一点攒钱 对 然后把你供出去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对这个花椒帘 是有很深的感情 对 从小就有感情的 这片都是你们家的花椒帘 是的 你们家有多少亩 很多 我都数不过来 我跟你说 在花椒站的我头淤 就是地太多了 地太多了忙不过来 对 喜德县如今已有13个乡镇 102个村 先后开始种植花椒 花椒进入他们的生活 使生活更加火热 这个会很麻吗 有一点 你尝一下 怎么样 我刚刚是在后曹牙这咬的 都跑到舌尖来了 那个麻的感觉 今年 吉克武嘎考上了理想的医科大学 家里的花椒又丰收了 吉克武嘎的爸爸吉克木格 有着一手制作美食的好手艺 他准备用新鲜的红花椒 做一道喜德县遗族传统美食 为吉克武嘎庆祝 这道美食据说很是生猛 到底是什么呢 赶紧帮忙干活 我们比个赛好不好 好的 掉了好多在地上 没事 出血了 你一会不要再用这个手摘了 为啥 你一会用这个手摘 这儿的油进去的话 我跟你说比打针还疼 摘花椒就是 痛病快乐者的一项工作 你要用指甲去把它给掐下来 不要摘到叶子是不是 是的 手一吊 麻牢 对 师傅还是希望徒弟能超过它 是吗 日子可救 在喜德县 一家人有了喜事 亲戚 邻里 乡亲 都会来帮忙 这不 未到调查员也换上了装备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好看吗 你好漂亮 穿在这个服装 真的吗 真的 装备换好 开始制作美食 这道传统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用这个船做什么菜 朋友啊 亲戚朋友的来的时候 就是 对对 就是为了招待他们 就是要做这种菜 用我们遗族话来说 就是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差不多 就是这样的 我就看你后期字幕怎么打 原来这道传统美食 名字叫做瓦地择衣 名字听起来有些奇怪 更奇怪的是 未到调查员没有看到锅 也没有看到葬 这要怎么制作美食呢 发多深啊 叔叔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这样就行吗 但是要宽一点 是吧 怎么还进去试试 三九的 这个底道就是藏地上挖一个坑 然后旁边压上三块大石头 一把铲子挖个坑 几块石头雷几灶 不得不说 这项搭锅累造的绝迹 让味道调查员很是佩服 造有了我们这道美食的主角在哪呢 我都让它撑上来了 以前也是这样做吗 以前是这样做 这鸡毛不拔你是觉得麻烦吗 我可以帮你拔 这样子那个汤就很炫 但是毛不就粘在皮上了吗 会不会 这毛臭臭的耶 我刚才小朋友 前也是这样 你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做吗 用我们话来说 这个要就是更方便 而且是更有特色一点 就你们一边怎么煮呢 我们一般都是拔了毛之后 一只光溜溜的鸡 然后又 再做 从来没有见过 带毛之间那个什么的 所以这就是特色 这就是特色 对 就是这样子做 才能做出最原汁原味的 这个挖地鸡子 对 因为这是最原始的做法 鸡肉在美食界 一直都是流量之王 在广东韶关 鸡肉需要和腊肉 辣椒 韭菜 一起塞入竹筒中 才能色香味俱全 浙江浓油的麻鸡 先过油炸制 再烈火烹炒 鸡肉紧实 鸡皮筋道 在北京 鸡肉要先腌制 再烤制 焦黄油量 十分诱人 直接将带毛的鸡肉 放到火堆里面 这种制作方法 味道调查员第一次见 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美食 真的好吃吗 黑乎乎的 但是闻着挺香的 有那个鸡肉的 那个鸡油的味道 对 现在还没有做好 洗掉了之后就熟了 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洗掉就可以吃了 不洗也可以 不洗也可以吗 可以 尝一下 有劲道 好吃 吉克武嘎说 鸡毛烧焦后 鸡肉中的脂肪融化 渗出鸡皮 所以鸡肉丝丝鲜香 鸡皮甘酥香脆 吉克武嘎说 瓦地则一这道美食 可以做到吃鸡不涂骨头 这是怎么回事呢 哇 就是 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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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倒的意思 对 哇是什么意思 哇 就是 哇 就是 一个坑 就是 少挖什么坑 哇 这个迷底解开了 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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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蘸水就是調尿 蘸水 整雞分成幾塊 隨著不斷的導致 雞肉中的骨頭也慢慢花炸 加入新鮮花椒和烤辣椒 鮮 麻 辣三種口味 充分融合 肉汁香與麻辣滋味彼此交融 成就了喜德縣遺俗傳統美食 與瓦地則依 那我們先嘗上這個 瓦地雞食 哇 雞肉好有勁啊 而且那個花椒的味道好濃哦 就整個把那個雞肉包裹起來了 芝莫格尼 芝莫格尼 以前是這個體肉不通嘛 車子飛車下去了就是 一個人幹了十五塊錢 兩個人就三十 這個車回家過來的時候 我們整個這個發射得快得很 以前我們這些花椒小的時候 就吃薄骨末末 現在就大米也吃不完了 現在外來這些方式是大熟了二天 骨嘴是他們是親手 我們是看熟了 瓦地則依是花椒與雞肉的碰撞 也是用極簡的方式烹飪出極鮮的味道 這是喜德縣遺族人的家常滋味 也是記憶深處最幸福的味道 成坤鐵路上的五六三三次列車 是當地遺族老鄉的便盟車 將自己家產的食材帶出去 將市場上的美食帶回家 這是味道的交流 您是去哪? 去緬寧 去緬寧下一站就下是嗎? 背樓裡是要去集市上賣東西 要去那個蘆菇縣城那嗎? 蘆菇 去蘆菇賣 這背樓裡背了一隻小豬 大姐是從山上下來 然後這一站是蘆菇 要去集市上交易 成坤鐵路穿過大小梁山 便利的交通 為當地的味道 帶來怎樣的改變 乘上火車 繼續探尋喜德縣的遺族味道 這裡的羊就是常年都在山上 山上有路嗎? 只能爬了 看你體力行不行 我體力沒問題 走 上山 遺族養殖羊的歷史悠久 梁山半熄毛羊是當地的獨特品種 在高山草墊上生活的羊 肉質更加細嫩鮮美 但是奔跑速度也超出味道調查員的想像 要想抓住小羊 還得掩起手快 這個山坡有差不多七八十度 羊蹄很輕鬆 啪哒啪哒就上來了 我們就得手腳並用 來了來了來了 我覺得一個抓這個小的 我抓住一個了 你知道她的毛有多厚嗎? 我都摸不到她的皮膚 給我們鏡頭打個招呼吧 你好 太害羞了 我還有點害羞 對,綿羊生性比較害羞 你看我的髮型好不好看 尼古阿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 愛研究美食的大姐姐尼古阿子 最喜歡為弟弟妹妹製作各種美食 尼古阿子做的羊肉 則是弟弟妹妹們的最愛 今天上學住校的弟弟妹妹們回家 尼古阿子要用一種神秘食材 為本舊鮮美的羊肉再增添一抹鮮 為弟弟妹妹們製作美味 這個神秘食材到底是什麼呢? 這道美食到底會有多鮮呢? 我們要來採一種東西 我跟阿子來採 他還不告訴我是要來採什麼 本地是一種好吃的 到底是什麼呢? 趕緊進去好了 門在哪兒? 從那小窟窿眼裡我可進不去 等到下面去採那個吧 就採那種 好黑喔,採中間是吧 對 哇,我看到了 這是香菇嗎? 它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叫松林求鈣菇 松林求鈣菇 對,就採這種長長的 有點粗的那種就可以了 這就是它剛冒出來時候的樣子 對,而且它長得很快 種完之後40天左右就可以採摘了 40天左右就可以採摘了 嗯 就是很新鮮的那個蘑菇的那個味道 它就如果它這個鈣它也張開了 它就不能要了 就不好吃了是嗎? 對 也就是說差不多10公分左右 10多公分是最好吃的時候 松林求鈣菇 又叫大求鈣菇 菌鈣光滑,肉質肥厚 菌餅鮮脆爽口 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2019年,喜德縣因地置疑 引進大求鈣菇特色菌類 讓更多村民通過種植大求鈣菇 走上致富路 這種菌就怎麼處理 就是把它削掉就行了是嗎 對,就把尾巴削掉然後 原來上面白白挺乾淨的 就是底下一點根固 有點老根 然後偷開之後就特別像松茸了 這是弟弟嗎? 對 哇 打得不錯呀小伙子 你們兄弟姐妹幾個人? 就四個 他們去縣裡面上學的時候 我就偶爾過來看一下 然後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就回來陪他們一起 就是一起玩啊啥的 有了鮮美的羊肉 有了神秘氣質的菌菇 這兩種食材 要怎麼成就鮮上加鮮的美味呢? 咱們這兒最傳統的羊肉的湯鍋 你們怎麼吃? 他們就是把那個水開之後倒進去 然後就水開丟羊肉 然後丟菌子 對 將羊肉砍成大塊 不加任何調料 直接下鍋 是當地最傳統的羊肉湯鍋的做法 煮熟後的羊肉湯鍋 羊湯澄清透明 羊肉鮮香十足 充分保留了半系毛羊的獨特的風味 再加入新鮮采摘的菌菇 使這鍋羊肉鮮上加鮮 但是我有一個更好的想法 你們沒有練過羊油是嗎? 沒有 有油炒一下煎一下更香 你吃過那種嗎? 會不會太膩了我感覺 不會你放心吧 他們因為要喝那個湯 那可以那今天你來教我們吧 看著尼古阿子忙前忙後 味道調查員決定要露一手 用羊肉尾巴上的肥油 來製作一道不一樣的羊肉美食 它能成功嗎? 好 第一步就是先加一些植物油 然後把這個比較肥的這塊 抓進去 將羊尾油煸出油脂 加入菌菇爆炒 將菌菇的醇香全面激發 再加水 水開了加入羊肉 味道調查員製作的羊肉湯鍋 與遺族傳統的羊肉湯鍋 雖然食材相似 但是放置順序有了明顯不同 在味道上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進湯羊肉鍋需要靜等一個小時 你要做個什麼菜給我吃? 一會你就知道 你們平時做菜多嗎? 多 經常做菜 那我就更期待了 今天是我們的廚藝大VP 看到大家在忙碌 在上高中的弟弟也想露一手 據說這道美食 是他們每個孩子最不能忘記的童年味道 這道美食到底是什麼呢? 好香啊 在做煎土豆片 今天我給你們帶來了我的那個平時的吃法 然後這個煎土豆又是你們平時的吃法 我們今天是美食的交流 要謝謝你 吃到這麼地道這麼美味的土豆 土豆那是當地人日日不能或缺的食材 土豆切塊 熱油炸得金黃酥脆 一點鹽一點辣椒面 使沒有太多滋味的土豆 變身成為香辣十足 酥脆可口的炸土豆 此時 鲸湯羊肉鍋的香味已經飄滿小院 聞到了沒有 好香啊 超級香 哇這個湯煮得剛剛好 你看它有點白了 是吧 我們這菜還沒出鍋呢 就已經要是 鲸子都已經快吃完了 對 這也太成功了 我們盛出來好嗎 盛出來 今天特別難得的是 我跟阿子 然後跟姑姑一起 還有弟弟妹妹們一塊 準備了這一大桌的菜 有羊肉 菌子 還有羊芋的各種吃法 我們嚐一嚐 羊肉特別嫩 吃著美食 烙著家常 姐弟四人決定 跟父母視頻連線 阿姨好 她能看到我今天做的 特別美味的羊肉湯 還有炸羊芋 好幾個月沒吃羊芋了 好吃的好吃 捲著捲著 姑姑一直在致力於禪他們 叔叔阿姨 我們吃飯了 祝願我們每年的壽成都越來越好 祝願我們的家鄉 越來越富裕 對 羊肉是代代相傳的傳統鮮味 俊菇的種植讓人們的生活更加富足 兩種美味的碰撞 滿滿都是愛的滋味 加拉 武嘎大姐家要準備一桌非常豐盛的團圓宴 這桌宴席對於他們家的每一個人來說都至關重要 吃飯的地點就選在他們家幾十年前的老房子裡 武嘎大姐都準備了哪些好吃的呢 走 去瞧瞧看 蔬菜 水果 各種小吃 喜德縣的菜市場裡到處都是美味 加拉 武嘎大姐也一大早起床 今天親戚朋友相聚 她要製作一席美味 美味中的一道橫菜是她的拿手菜 據說這道橫菜的幫手就有十多種 跟著大姐市場踩滿 八角 香葉 你一起稱號 香葉 這個是什麼 這是香果 香果 長得跟草果好像 再還有一把這個 還有小蔥 好 調料就買好了 現在我們要去買什麼大姐 買蔬菜 這個豆是什麼 這個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我看是煮過的嗎 是煮過的 四季豆 四季豆在我們那兒是那種 就是那種蔬菜綠色的 綿綿的 淺淺的 這能做什麼 這可以炒來吃 炒著吃炒 煮豆湯 煮湯涼拌都可以 十多種的幫手調味料 總算採買齊全 但是大姐還是沒有回去的意思 帶著味道調查員去一個特殊的地方 製作一個神秘物件 有了這個神秘物件 團圓宴才能成功 只不過要製作這個神秘物件不容易 得心細手穩 絕不能手抖 這個神秘物件 到底是什麼呢 你喜歡畫什麼眼影 我想畫那種太陽 太陽 沾一些紅色的顏料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紅漆 如果這個口紅色號不錯 口紅的過敏就太高了 這個土嘴巴 畫一個很細的邊兒是嗎 對 我開始了老師 我也是有基礎的老師 這個跟畫眼線是一樣的 特別細 能看出來哪兒是我畫的嗎 底下這一段是我畫的 你在畫很短的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挺直的 但是當它連在一起 你覺得這個太失敗了 喜德遺族漆 多以黑色為底 色彩鮮明的紅色和黃色 勾勒出代表自然與生活的各種圖案 這些莊重古朴的漆器 是喜德遺族人家家户户必備的餐具 加拉烏嘎大姐 要為今天的團圓宴 添置新的餐具 這個是飯碗 這是飯碗 牛皮做的 敲起來聽到像鼓的聲音一樣 我們遺族漆裏面 這一套是一個最寶貴的一套環圍 圓的代表太陽 外邊這個代表月亮 紅線是水 紅線是水 黃色的是山 黃色的是山 今天想帶我來挑什麼 我要挑這個和這個 還有碗筷子 石子 酒杯 來一套 買好漆器 所以接下來 五嘎大姐帶著味道調查員 找到了院子外的松真舵 在喜德 家家户户都有個松真舵 五嘎大姐說 有了這個松真舵 豪橫大菜才能有滋有味 十幾種調料 古朴漆器 松真舵 都已經就位 這個豪橫大菜 到底是什麼 這不是要把它的毛 是要乾淨嗎 是 我們之前看到過 比如說去豬毛的時候 用開水一燙那種 你們不會用那種方法嗎 不用 我們用 就是燒的方式 90天左右的小黑豬 整頭放在乾燥的松真上燻烤 既可以燒去豬毛 又可以將松真的香味 熏入豬肉中 這是喜德遺族人 從祖輩狩獵經驗中 保留下來的智慧 接下來 五嘎大姐又拿出了一塊瓦片 難道這也是製作豪橫大菜的寶貝 它特別像我的剃眉修眉刀 這是個什麼工具 這是這樣刮豬毛的 這樣子刮嗎 這樣好 你看這隻小豬 這一面是剛剛已經脫過毛的 那一面就是還沒有脫過毛的 這邊就是白白的 五嘎大姐說 她做的豬肉全家都愛吃 那是因為她將市場採買的十多種調料 加啤酒和水 製作成了獨特的調料水 獨特的調料水 怎麼跟豬肉搭配呢 大家看這一盆水 看起來特別像那種黑暗料理 裡頭啥都有 啥都有 是的 這就是我們 你帶我去菜場買的一些香料在裡邊 這是濃濃的一股那種香料 混合著酒的那種味 因為加了酒之後它就散發的更快了 這是好多小蔥繼承的一個疙瘩 在給它搓搓身體 是嗎 五嘎大姐用蔥結 蘸調料水塗抹在豬肉上 蔥的香味與調料的香味 慢慢地滲透進豬肉中 調料水中的啤酒更增添了絲絲酒香 三個小時的醃製後 就要上架烤製了 我們為什麼要刷啤酒啊 啤酒它的皮子又脆又香 烤出來的肉 倒的是什麼呀 倒的是香油 香油啊 為什麼最後還要刷一層香油 要好了刷一層香油 吃起來的皮子又脆又香 調料水醃製 炭火烘烤 油脂被熱力緩緩逼出 滋滋聲中 豬肉的表皮已經變得油亮金黃 慢慢烤至四個小時 沒有了多餘油脂 只有表皮的焦香酥脆 和淚裡的鮮嫩滋味 團圓宴正式開始 嗯 是不是烤油豬最佳搭配的 就是你們這個蘸的料是辣椒 對 哇 香 嘗一下這個湯 哦 好鮮哦 我剛在你們這個房子的牆上 看到了一行字兒 我不知道是誰寫的 我在這問一下 就是 希望外婆 永遠健康 希望外婆 永遠身體健康 是誰寫的 我代表哥和代表姐寫的 好久他們小的時候還在這邊住 那樣當我們比較有一點記憶長大的時候就過去了 我們的童年都基本上在現成裡了 那我們一起乾個湯 祝愿我們的生活越來越美好 祝愿我們記憶中的美味永遠存在 好嗎 好 謝謝 時光或許改變了烹飪的方法 也讓人們的生活軌跡發生改變 但美食總能讓人們重新相聚 共同品味記憶中不變的美好 吉克武嘎將開啟新的求學旅程 無論身在何方 心中奠念的依然是家鄉味 父母不在的日子裡 尼古阿子將繼續為弟弟妹妹製作更多的美食 等待著父母回家的團聚 祝愿我們每年的受賞都越來越好 祝愿我們的家鄉越來越富裕 對 加拉武嘎大姐為下一次的團圓宴 準備著更為豐盛的美食 味道如同一條長長的鐵軌 一頭連接遠方 一頭連接家人 世事變遷滄海桑田 守住了味道 就是守住了家 來吧 酒吧 sous Angular 物珠itas 好